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你付出人生修变之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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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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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G 这是手的技术 一般我们以拳为主 好了 首先讲一下兔 最主要的是正兔 正兔的话 我们先学一下物拳 一 关节向后用力 二 向下用力 三 大拇指 把前端两个手指夹起 首先放出来 拳的要求是直拳 手要伸直 可是伸直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走关节 不能完全施反 必须要留一点虚的位 或者是弯曲一点点 好了 前面 一 二 三 三个面必须要平 不像这样留的话 容易留到这个手腕 因为受伤 下了也是一样 容易受伤 好了 最主要的是用前面 两个骨头 下面大概这个位置 来结束我们目标 整个净兔呢 我们新学的是收拳 收拳的话 是要走 又贴主干身体 因为在那个发力的 要点当中 我们提过了 发力要贴近我们主干 贴近中心线 好了 打出来的时候 同时间 走 也要贴主干 转动 快到目标点的时候 才产生那个转动 重复练习 因为手的动作 开始熟练以后了 我们可以 自己配合一下 腰的动作 腰 收拳 收 背 好 推出来 推 好了 现在呢 我试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 整个过程 帮你五个要点 第一 气 腰 贴中线 转动 OK 辅助运动 是这个手 我们另外一手 收拳 出去 请不吝点